哈嘍大家 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這個Vlog對我來講 應該算是我本頻道 數一數二 有最有意義的影片 就是抵達豪兄弟求婚了 就是Dixon求婚了 看他求婚只單定了嗎 就是今天了 看他單身這樣多年 突然一爆就是求婚 因為我們要去拿我們的定婚戒指 拿定婚戒指啊 沒有 你們要去吃先不是啊 去吃先 所以是求婚還是定婚先 不一樣你懂嗎 求婚 小孩知道嗎 OK 我們現在在吃著午餐 然後我上次給你們講 我們今天的計劃稍作 OK 是這樣的 我在接下來的 3 4天過後 就是9月1號 我會正式的像 他也沒有定 OK 剛剛講到一半 就是我在9月1號的時候 我會正式的像Cherry求婚 沒錯 然後至於求婚的計劃 我等一下再一一跟你們訴訟 今天我在這個地方 就是 我在一個月前就已經定了那個求婚的鑽戒 然後現在那個鑽戒已經從香港那邊運過來了 所以 等一下我就要去拿那個鑽戒 然後看看那個鑽戒的真實面路 所以 我還蠻期待那個鑽戒到底長怎樣了 等一下給你們看看 等一下給你們看看 等一下給你們看看那個拿鑽戒的過程 OK OK 我們吃完了 現在我們走著去 拿我的求婚鑽戒 你們兩個對我要求婚了 有什麼 有什麼comment 對 我要跟你講 哪 長大了 來 你們身為我這樣多年的朋友 現在我步入要求婚的階段了 你們有什麼話想要 想要講一講嗎 我覺得 人生都有這個階段 人生有這個階段 只是 如果是你的話我也不奇怪了 為什麼 因為 溫渣溫打 是時候 就剛好到了 就結了 西山鬥走 是 那種突然的咧 就另外講 我一定會嚇一跳 會嚇一跳 有計畫就不一樣 有計畫就不一樣 我們已經 有心理準備 有心理準備 有心理準備了 很開心啊其實 因為 你 因為是你 你是第一個陪我去見Cherry的人 對 從零到現在 對 沒有錯 阿旺也是 阿旺跟NASPIN也是 他見證了一段愛情的誕生 到 花牙 阿旺的我也是 零到一百 也是零到一百 你的我也是零到一百 小明的也是 他是 這一句話有點意思了 小明的是零到零 沒有零到一百 OK 我們現在到了 那戒指的地方 然後那個鑽戒已經在我面前了 鑽戒在那邊 哈哈哈哈 unboxing unboxing 這個啊 不懂咧 在裡面是嗎 這個 不懂是不是吃哪一個 我可以吃那個 來 練習一下 因為你也是差不多 三 哇 還有一個 沒有 你開了先 哦 你開了先 哦 尷尬 尷尬尷尬 尷尬尬尬尬 這個才是嗎 這個你拍喔 裡面還有多一個 來 彩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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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飛機飛機 那個飛機 嗯 不要咬我自己咬 哈哈哈哈 這個是什麼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哈哈哈哈 真的嗎 真的嗎 哈哈哈哈 我來開如果真的是這個 這也死掉了 哈哈哈哈 OK 現在裝戒指進去了 Benny你可以來多一次嗎 哈哈 DNG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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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閃嘍 你不願意交給我們 我不願意 蛤 什麼 我聽不到 蛤 什麼 我聽不到 你不願意交給我嗎 這個意料之中啊 他已經 他已經 expect到 會聽不到 就那個情況 我講什麼 哇 Cherry 有爽啊 有爽啊 有爽哦 看一件很想知道 那個他的主人是誰 對對對 他已經殺死我的 卻很明顯 哈哈哈哈 他真的非常有壓力 唯一這一個 哈哈哈哈 你這個呢 他是Round Brilliance 然後最重要的 你的是Natural Diamond 所以你的是天然鑽石 OK 然後你的重量是101啦 1.01啦 所以顏色是最高的D color 然後Clarity是BS2 然後照你要求三個Excellent 然後Person是None的 OK OK 這個就是 那個專家的 呃 他的code 算是他的IC號碼 然後這個號碼呢 是在他的哪裡啊 要用這個很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差不多50倍放大 所以才能看得到這個號碼 然後這個號碼是 全世界只有一個號碼 對 全世界只有一個號碼 算是他的IC號碼這樣 OK 各位 現在我們 到了 機場這一邊 等一下我現在要找parking 等一下我現在給你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 要來到機場這一邊呢 是這樣子的 我 我要跟Cherry的求婚計劃叻 就是我會帶他來做那個 Prival Jack 然後在飛上去高空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飛機裡面 跟他求婚 所以現在 before當天來臨 我現在要先來看看那個飛機 我要看一下 呃 那個飛機是長什麼樣子啊 讓我可以有一個初步的概念 到時候要怎樣跟他求婚啊 然後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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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所以等一下我給你們看看那個飛機 咦 長什麼樣子啦 下雨啊 下雨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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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天氣 不漂亮 所以等一下 我不確定能不能去到看到飛機的裡面 還是講只能在 遠遠看飛機的外面而已 突然間就下雨了 然後 到時候的那個計畫咧 就是 呃 我會叫 Herry 然後 他夾夾約 Cherry 講說要來體驗這個 呃 飛機的體驗 很喘耶 OK 來體驗這個飛機的 這個體驗 然後 過後 過後我會找一些理由 過後 我們就飛上天空 過後咧 我就會在飛機上面演戲 可能是 人不舒服啊 之類的 然後 很喘 然後 就會有一些 我會假裝身體有一些狀況這樣啦 然後 嚇到他了過後咧 我就會拿那個戒指出來 跟他 求婚 沒錯 現在我們到了 跟那個 機師集合了 可是那個機師咧 就講 我們要有長褲才能進 然後 Benny跟小明是沒有穿到長褲 然後 我也穿長褲 可是 這樣子的 過動長褲咧 一樣不可以進 可是 我們在來之前 他沒有跟我溝通到 有這個穿著的問題 他只是講 女生 穿裙的話 那個裙要穿過膝蓋 所以他沒有跟我講 男生一定要穿長褲啦 可是 這也是 common sense 啦 但是我們一般上 我們去機場 就沒有想到長褲短褲了嘛 我們都是這樣子虛爆 所以就沒有想到咯 我也是穿長褲了 可是我沒有想到 他連破洞褲 都不給進耶 所以 現在 他們要去跟那個 Management那邊溝通一下 看能不能通融到 唉 溝通 溝通了 可是Management不能通融 太嚴了 機場太嚴了 因為這邊是那個 什麼 所以 對咯 要跟規矩走 所以我們現在突然間 要去買長褲 來機場 然後求婚 然後突然間 要買長褲 這樣到時候 你也是長褲不給破洞那邊 是咯 破洞褲也不可以 我跟你講 那個Malaysian Airlines 真的是不懂潮流的 我都講了咯 這個是正褲 過後八年了咯 經過來波折騰 我們三個人都換了長褲 沒有動啦 沒有動啦 而且是同品牌 這個求婚計畫 真的是 很有印象 印象深刻 在這個輕盆大雨 短褲的短褲 破洞褲破洞褲 然後一起變長褲 Jeffrey 哈囉 我只是懂Ivan的名字 你是 Mason Mason Yes Banny Banny 我們在9月1號 等著一個 Jeffrey那邊 聽我的這個就是 Ivan會說9分對吧 對 OK 我們到了這個 停機坪 這些就是那些 小型的Rival Jets 所以我不懂到時候 我會坐哪一台上去啦 等一下去看看 OK 現在咧 我們要來一個 很簡單的Briefing 我要跟他們講我的求婚計畫 到底會是 這樣子走 讓他們清楚 我的計畫會這樣子走啦 OK 現在我們就要 開始Briefing The two of them We're staying here right OK And you will be the one Right You guys are first Who is the one playing now? Am I? You You are proposing Yeah And you will be the one sing taking video 所以我們剛剛就有一個簡單的Briefing Briefing完後 我到現在就要去看一下那個飛機 所以我就要知道到時候 飛機裡面的那個位置是怎樣的 哇 哇 坐進來會很快 OK 很潮 這都是我們的飛機 OK 還靠近一點 比較容易解釋 OK 沒有椅子 會比較容易解釋 OK 這邊有兩個椅子 我們會坐著的 OK OK 現在有比較多空位 所以很容易解釋 OK 到時候我們的飛機呢 中間會有一個camera的 OK 一模一樣的這個 然後這個只是拍後面兩個人而已 OK 因為我只是要拍後面兩個人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camera可以往後 OK 然後如果你們另外一個camera 你們要怎樣呢 都是適合的 OK OK 現在我就坐在這個飛機裡面 然後到時候Cherry還會坐這一邊 So 我現在看一下那個裡面的位置 這邊會放一個GoPro 然後這個玻璃門 這個門關起來過後 OK 關起來過後 在這一邊 會有一個camera拍這一邊 然後 Cherry他會用電話幫我拍外面的City View 然後我自己還會用這個camera拍一個 當作一個Sight Cam這樣子 OK OK 所以現在的東西全部搞定 4個camera 好 謝謝你Nio 沒有問題 希望 當天 順利啦 因為如果當天咧 是這樣子的天氣咧 就也是飛不到了 這樣子下雨的天氣也是飛不到 所以希望 不要下雨啦 然後到時候 我會是以這一架飛機去飛 OK 乖乖 祝我成功啊 OK 我們結束了我們這邊的一個briefing 所以 當天順利 謝謝你們 謝謝你Nio Yay 謝謝你Chris 謝謝大家 謝謝 明天就是9月1號 就是我正式要向Cherry求吻的日子 好緊張啊 然後這整個籌備的過程咧 其實也真的是蠻狀況連連的 因為 到現在啦 其實跟我在上個星期 Plan好的東西 其實已經有 呃 50%已經是不一樣了 因為我上個星期 我原本的計劃咧 是打算在 在飛機上面跟Cherry求完 很過後咧 然後下了飛機過後 我們會有一場 After Party 我是有 呃 租了一個Airbnb 然後也找了一些 佈置團隊啊 在那邊 不知道很漂亮的 但是因為 近期的 天氣關係 然後我也是看了 明天的天氣預報 我在 呃 三四天前 就已經看了明天的天氣預報 會下 80%到90%的雨 所以 這一個風險 太高了 就是 基本上多會下雨 然後我在那個 Airbnb 布置咧 都是布置在外面 因為外面那邊 還有那個泳池 就很漂亮嘛 so 因為天氣 明天 一定會下雨 所以 我就已經cancel掉 那個場地費 也cancel掉 那邊的布置的東西 so 我現在就變成 我需要換Plan B Plan B的話 就明天 我會帶Cherry去 印度的 呃 Omakase 吃一個兩個人 浪漫的一個 晚餐這樣子啦 因為 天氣的關係 所以 只能夠被逼在 印度裡面 度過 so 希望明天 天氣可以好好來啦 但是我覺得也是 兇多機少的 如果明天天氣不好的話 就會影響到飛機 不能夠起飛 so 這個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希望 明天 上天可以眷顧我 讓小弟可以 順順利利地求完婚 Place Place 鑽戒已經到手啦 哇 好漂亮啊 然後 因為我買一卡拉的 大小的鑽戒 所以 這個是它的 價錢 啊 啊 啊 因為求婚是 一生而一次嘛 so 我希望我可以在我的 等力範圍裡面 給你 最好的 so 到時候你看這部影片 你就會知道 我的整個籌備過程啦 也希望 你會 喜歡我在飛機上面跟你求婚啊 因為 有那個意義在那邊嘛 因為我們是 遠距離的關係 so 我覺得 飛機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交通工具 所以我才會決定 要在飛機上面跟你求婚 我現在已經語無倫次 我不懂我要講什麼 因為我 那個日期越靠近我就越緊張 明天就是了 我現在最怕是天氣有問題 各位 你看它的天氣 也是陰陰這樣子的 ok so這部籌備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先 so 我下一部影片 我就會給你們看看 求婚當天的一整個的紀錄啦 so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希望我明天順順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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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